最近ChatGPT特别火,但是对我们不太友好,很难注册 B应搜索也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实时联网数据更新,要更加智能 下面就说一下如何使用B应的人工智能搜索 新B应的AI为拿模式是需要主动申请的 首先打开这个网址 国内网络打开可能会出现未找到页面 并返回B应国内版的情况 如果你会科学上网 那么点击B应首页的国际版 再打开这个网址,就可以打开新B应了 如果没有科学上网 点击Edge浏览器上的扩展 点击Edge加载项 搜索这个扩展并安装 安装完成后,点击扩展 再点击后面的小眼睛 让MOD header在浏览器上显示 点击打开,在第一个框中输入这个 第二个框中随便输入一个国外的IP 比如微软的DNS4.2.2.2 或谷歌的DNS4.8 再重新打开新B应的网址 就可以进入申请页面了 如果还是显示未找到页面 那就清一下浏览器的缓存 打开新B应之后 点击中间的Join the waitlist 或是中文的加入等待列表 如果没有登录微软账号 会提示登录 直接按照提示登录就可以 点击加入以后 有一些会直接提示 已经加入候补名单 但是很多人点击后会出现 出错了,请重视 那就说明你的账号不符合事情标准 比如我的账号就不行 大家可以试一下 把微软账号的地区改为美国 有可能会成功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只能注册一个新的微软账号 注意账号注册的时候 地区选择美国 就可以申请提交加入候选了 同时也会收到 加入成功的通知邮件 提交之后等待通过时间也不确定 页面也提示 如果想要更快的通过审核 就按照下面两步操作 以示安装AGE的优化工具 第二是下载B应的手机版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感觉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 就点赞收藏关注一下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收藏